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在安乐死这么一个特殊的领域,科技也在不断进步 这是一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 所以安乐死这个曾经被众人避讳的话题也渐渐被人们所接受了 相信有些朋友听说过安乐死过山车吧 一旦坐上这辆车就不可能活着下来了 电影情节中的夺命飞车带着它几乎爆表的恐怖系数 根据需求来到现实世界 然而极度刺激的安乐死过山车并不是每个安乐死需求者都能够接受的 他们大多向往平静安详地死去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机器 为了让极度向往死亡的死者没有痛苦地离开人间 澳大利亚的安乐死倡导者菲利普尼奇科日前对外宣布 预计在今年推出一台可以自行下载设计图 进行3D打印的自杀机器SACO 只要躺在这台机器里再按上一键就能安乐死了 这个机器主体是一个胶囊舱和一个底座 而且只能容纳一个人 流线外形的胶囊舱既充满科技感又不乏设计美感 只要按下死亡键舱内就会开始释放液态氮 一种能够降低氧气浓度的物质 使用者也就能够达到目的 有意愿提前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在使用撒扣之前 还要按照要求做一个线上心理测试以获取开舱密码 这个机器在环保方面也下了功夫 胶囊舱可以在使用之后拆卸下来当成棺材 连同使用者一起下葬 底座的部分则能够保留给下一位使用者 并非人人生而快乐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主宰自己的权利 人们向来对安乐死产品褒贬不一 安乐死机器撒扣的出现 其实也向我们昭示着 少数群体的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他们对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的抗争又前进了一步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有头脑眼 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 大设计